好莱坞男星强尼代普跟第二任妻子安伯赫德2016年已经离婚 但至今仍纠缠不清 因为安伯赫德指控他家暴 强尼代普否认反控对方妨碍名誉 还说对方在婚后一个月就出轨 对象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国外媒体根据TMC报道 强尼代普将付给他安伯赫德 约700万美金55岁的强尼代普 和第二任妻子32岁的安伯赫德 2016年正式宣告离婚 不过至今两人仍纠缠不断 因为强尼代普不满 在婚后一个月就被戴绿帽 在澳洲黄金海岸餐厅拍照 安伯赫德身旁的男子 就是特斯拉CEO马斯克 脸颊上还留下明显唇印 强尼代普还指控女方 让代CEO回到豪宅 不光是如此强尼代普更不满 前期诉造他家暴形象 伤害他的名誉 偷拍影片 我们根本没吵架 我只是一直说对不起 今天早上你有发生什么事吗 我不认为 包括先前安伯偷拍两人争吵的画面 爆料给美国媒体 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还曝光被打的鼻青脸肿的照片 不过强尼代普说照片是假的 美国媒体 安伯赫德声称 强尼用电话连续猛力打他的脸 在他脸上留下伤痕 强尼代普说那些照片是假的 画面翻射TMZ Live 强尼代普否认家暴 认为安伯让他戴绿帽 又造谣家暴丑闻 提出诽谤官司 求偿5000万美金 相当于15亿元的台币 但安伯也不是省油的灯 透过律师说他不会沉默 似乎有意反击